中古游覽車內裝完整 座椅乾淨 外觀看起來維持的也很不錯 來想像嗎 動輒五六百萬 甚至千萬起跳的游覽車 現在中古的這輛 車主開價賣十八萬 還強調車況正常冷氣恒冷 可以當倉庫休閒娛樂士 買賣文一出 立刻引發網友熱議 有人說要把車改裝成套房 露營車 還有人說可以買來當KTV 或是開排隊 賣家說之前因為花蓮地震 火車交通不便 所以遊覽車熱門 現在使用率已經沒那麼高了 因此決定出售手上四五輛 車齡遲到十二年的車 不過賣家也提醒有意願下手的買家 要買遊覽車有錢就可以 但是要開遊覽車可不是這麼容易的 得要有職業大科車駕駛執照 還要經過受訓 所以買家下手前可要想清楚 華視新聞劉漢山 孫維娟 徐靜一 台南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謝謝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